蚕蛹,一名小蜂儿,原蚕蛹,碗蚕蛹 蚕蛹是蚕吐司做茧后在茧中变成的蛹虫 蚕蛹不仅味道鲜美,营养丰富 还是极宝贵的动物性蛋白质来源 更是提取多种化学药品的原料 蚕蛹的功效和作用 第一,蚕蛹可以起到清热去火的效果 因为它属于含性食材,具有中和体内热气的作用 这也是为什么夏季那么多人食用蚕蛹的原因之一 第二,适当食用蚕蛹,还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因为它当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,氨基酸等 这些物质可以有效提前我们的免疫力 第三,适当食用蚕蛹,还可以帮助我们减缓钙质的流失 从而预防骨质疏松 因为它属于高钙食物,100克的蚕蛹当中 钙质含量可达16毫克 第四,适当食用蚕蛹,还可以起到辅助治疗高血压的效果 因为它属于低纳高钙食物 这类食物可有效调节体内电解质平衡,综合降压 蚕蛹怎么吃 一,清水煮蚕蛹 将蚕蛹洗净放入锅中,加适量水 同时放入葱段,大量,煮熟,加适量盐,就可以食用了 二,油炸蚕蛹 将蚕蛹洗净,放入碗内,适量加点酱油,绍酒,白糖,味精,葱段,姜片 然后腌制15-20分钟,让它入味一下 然后起火,放油,倒蚕蛹 把它炸熟后,捞出,装盘,即可食用 三,香炒蚕蛹 准备食材如下,蚕蛹500克,青红椒隔两根,小葱两根,食盐一茶匙 具体做法如下,起锅加油烧热,将蚕蛹炸至酥脆 然后捞出备用,再将青红椒切块,小葱切断 起锅加油烧热,放入青红椒块,翻炒至七成熟 然后放入蚕蛹,放入葱段,加入一茶匙食盐,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放入蚕蛹